這個環境真的很舒服 Hello 大家好 我是民生哥哥 我將會去到香港各區不同的學校做探訪 而且還會和校長一起講解一下 家長你們很想知道的主題和話題 事不宜遲 馬上出發 大家好 我是民生哥哥 來到真的很開心 看到小朋友很開心 校長你也很開心 其實我感受到很多小朋友 他們一回來的時候自己換孩子 什麼都自己來的 進去就自己找位置 什麼都可以自己 其實是否學校很主張他們有自律 又有自信 又可以自己學習 其實這個理念怎麼可以做出來呢 其實要做都不難的 最重要是我們懂得放手就可以 其實很多家長都覺得我們是一間Happy School 你們都感受到很開心 很有Energy的一間學校 除了我們是一間Happy School 老師很有愛心 關懷小朋友之外 其實我們學校都是朝著Future School 和Wellbeing School 去發展的一間學校 我希望我們教出來的小朋友 是有喜歡學習 所以我們就會想到自主自學 自律自信 這四個元素 我們想帶給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學校其實就用蒙特索利 透過蒙特索利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方法 去給小朋友建立他這四個自主自學 自信的元素 除了Montessori之外 我們也在行正向教育 也給了很多的鼓勵 給了很多的挑戰小朋友去嘗試 這些我想都幫到小朋友 非常之好 其實你剛剛提到 如果用了證向 也有蒙特索利 去放在課程中 對你們來說 有沒有難度 對小朋友來說 在學習過程當中 會不會覺得 真的差一點 還是整件事情 都可以編排得很好呢 我們學校 其實走蒙特索利 走了十幾年 因為蒙特索利 其實有幾個理念 是很重要的 第一 就是敏感期 可能六個月的時候 那就是豬滿對什麼特別有興趣 到一歲 又對什麼特別有興趣 在他發展階段的需要 我們就給他那樣東西 他就會學得更加快 時半功倍 Hello 我看到五眼六色的玩具 其實這個應該很好玩 不過我想問問你們 你們叫什麼名字 和讀什麼班 我叫陳先生讀K2 你呢 我叫林希 玩到K2 是啊 你們好 我想問這個遊戲怎麼玩的 首先要分 兩組 紅組和紅組 每組有三個人玩 有六個人玩 嘩 這樣嗎 還有夢嗎 然後進去對東間園圈 那裡鬥會 那你覺得玩這個遊戲 學到什麼 可以學到專心 可以學到專心 你呢 可以學到動動腦筋 還有動動腦筋 是不是有幾個小朋友 跟我們一起玩 不如這樣吧 我們跟你們分組 開始玩好不好 好 過去吧 我告訴你 我們還有一些很特別的活動 是什麼 就是靜觀 例如是靜觀飲食 OK 靜觀呼吸 然後我們又試過 跟小朋友一起做一些靜觀瓶 讓小朋友去看 透過去觀察的時候 他們去感受一下當下 感受一下當下 自己的身體感覺 情緒 想法 調整到情緒 有一個正向情緒 自然可以有正向的人生 另外一件事就是 現在經常都會提及到正向 其實不僅是學校 老師 同學 家長都要正向 其實這件事 會不會令到學校 好像校長你們 在安排上面 有些突破 或者有些不同的做法呢 有啊 其實這兩年 學校我們走正向 真的有很多突破 我們加了五個正向元素 進去我們的課程裡面 包括人詞 感恩 心流 成長思維 我們做了什麼呢 其實我們加了很多體驗活動 下去給小朋友 因為其實剛才所說的 那些人詞 感恩 是教不來的 我們不可以說一課課 去教小朋友 最重要是給他感受 就是一些活動 透過一些感受 他會更加深刻 今天很感謝楊校長 和我們一起分享 多謝你 好,多謝問生哥哥 Thank you Hello,Fina,你好 我知道你的兒子在這裡讀書 現在多少歲讀什麼班 我兒子現在就三歲半 讀K-1 回到學校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其實你發現到 在學校裡面 有什麼地方你們是特別喜歡的 其實這間學校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喜歡的就是 他每一級都一班 所以譬如我兒子現在讀K-1 他回來又可以說完K-1的同學的名字 他也會分辨N班 K-2和K-3的同學 我覺得感覺上很親切 好像一個大家庭 還有學校也會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有什麼活動 你們最深刻的活動 我記得就是我兒子N班的時候 第一次這個聖誕 聯歡會 他就第一次真的在學校學了一些東西 就會真的出來表演 那天因為始終N班 也有很多小朋友哭 他就沒有哭 他就站在正中的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他表演特別好 可能應該是 然後他也有跳了整首 我就覺得很感動 真的眼濕濕 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跟Avinda聊天 謝謝你 Cherry 其實現在都推行正向教育 對你們來說 對小朋友有沒有特別的影響 其實我們都很支持也很鼓勵這件事 始終小朋友成長上 可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戰 如果你給予很多鼓勵他們的話 可以幫助他們的自信心 提升到他們解難難力 所以我們家裡平時都會給予很多的鼓勵 以及欣賞他的努力 例如小禮子 有學寫字的期間 最初的時候總會有些 可能手機那些要協調 要學習的 我們都會可能欣賞他或者支持他 那這些小鼓勵他就會很有動力 去做一個改善的空間 來幫自己去提升 這個也是我們學習的 原來不用客客拆的 其實你給他一個鼓勵 他自己就會了解到 以及自己可以留意到 去發掘得更加多 好 今天謝謝Cherry 謝謝你 根據心理學家Erik Erichsen分享過 三到六歲的小朋友 是發展著自主甚至目標感的黃金期 今天很榮幸去到博愛醫院 任永賢夫人幼稚園 整個過程讓我感受到 這裡的教育是幫助小朋友 怎樣去迎合到未來上的需要 所以你發現他用很多蒙特梭里的教育 令到小朋友學習到生活的技能之餘 令到他們的過程中探索和刺激 很多人都會發現原來小朋友 只要在小時候 讓他探索多些五感上的接觸 例如可否碰一下沙 碰一下水 甚至可否搓一下麵粉 多些給他五感的體驗 原來對他腦的發展更加好 所以各位家長 你看影片的時候 你都感受到現在學校很重視小朋友 生活技能的應用 做髮型師 甚至做廚師等等 第二件事我亦有很大的感受 家長分享的時候很感動 感動是什麼 原來這間學校非常透明度高 就是每天他都會有很多照片 很多影片讓家長感受到 原來我小朋友在學習的過程中 原來是這樣學習的 然後讓家長放了工之後 回到家和小朋友聊的過程中 今天做了什麼 令到他總結今天學習等的事情 從而讓他之後 將學習到的應用在生活中 還有一件事我都想大家明白到 這間學校重視是Future Education 就是究竟今天學習的事情 是在應付今天還是未來的呢 所以如果作為家長你 你很希望幫助你小朋友 培育到自發性、自主性 還有更重要的是什麼 社交、人際等 我鼓勵你多些去了解這間學校 我相信會給你一個很好的未來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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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